周恒是个装修工 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 之前他谈了好几个对象都吹了 原因都是因为女方嫌他没有婚房 最近周恒好不容易用多年攒下的积蓄付了首付 在郊区买了套房 并开始装修房子 这天晚上窗外一片漆黑 周恒刷完墙刚上床睡觉 突然听见对面303的房里一阵喧哗 这个小区刚开盘入住率很低 周恒被吵得睡不着觉 便想去瞧个究竟 打开门声音更清晰了 原来303在打麻将了 周恒实在是太困了 只好硬着头皮哼喷喷地敲门 很快一个眉头长黑着的男人开了门 周恒往里一瞅 里面烟雾弥漫 三男一女正坐在八仙桌旁打麻将 旁边还有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在玩耍 扎着朝天辫 周恒陪着笑脸说道 各位能不能小声点我没法睡觉啊 谁知黑只撇了撇嘴说道 你睡你的觉与我何干啊 我还要看牌没功夫搭理你啊 说吧 哼的一声把大门关上了 周恒碰了一鼻子灰 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回到屋里 周恒猛地打了个机灵 心说 不对啊 刚才那个黑质厚脑勺 怎么好像留着一条小辫子呢 衣服也好像是清朝的 转念一想 也许是自己看花了眼 接下来的每天夜里 对门都传来嘈杂声 周恒又敲了一次门 却没人来开门 周恒被吵得实在没辙了 就找到了物业的流经理 对他大倒苦水 病殃求道 哎 求你赶紧去说说吧 我白天干活 半夜不能睡觉 太痛苦了 刘经理感到诧异 不对啊 303还没有入住啊 你没见窗帘 每天都拉得死死的吗 周恒摇了摇头 不可能 白天倒还消停 可每天晚上 都有人打麻将 吵死了 刘经理皱着眉 调出了监控 你看 这几个月 303从来没有人进出过 周恒愣住了 想了想说道 有些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上回敲门 发现里面的人 穿着清朝的衣服 不会是闹鬼吧 刘经理 顿了他一眼 你可别瞎说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 房子还卖给谁啊 这样吧 下次我遇见 303303的户主赵小姐 就和他说一说 他住在大城市 过一段时间 才来一趟 几天后 刘经理突然打来电话 周先生 303的户主赵小姐来了 你下来一趟 很快 周恒跑了下去 只见赵小姐 浓妆艳抹 手里还胯着 一个红色的包包 于是 周恒将303 半夜打麻将的事 说了一下 谁知 赵小姐怒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那房子我一直空着 根本没人住 周恒争辩道 我耳不聋眼不花 看得真真切切 有个男的 眉头有黑质 还穿着清朝的衣服 哎呀 跟你眉头上的黑质 长在一个地方 边上 还有个两三岁的孩子 头上扎着朝天辫 赵小姐脸色大变 舌头都打结了 什么 眉头黑质 朝天辫的孩子 是啊 你要是不信 就去开门看看 不会是有人 占了你的房子 你还蒙在鼓里吧 赵小姐声音颤抖地说道 凭 凭什么我要打开门 让你看 我又没做亏心事 哼 真是神经病 说吧 扭了扭腰支 转身就走 过了一个月 这天傍晚 周恒正在屋子里贴地砖 突然听到门外一声惊呼 周恒赶紧打开门 只见有个男人 疯得一般朝楼下跑去 此时 303的门开了一半 门口还留着一摞工具 有螺丝刀 铁丝 周恒明白了 可是 小偷为什么吓得撒腿就跑呢 周恒赶紧打电话 通知了物业 很快 刘经理带着几个保安赶了过来 随后 周恒跟着他们进了门 顿时 众人大惊失色 原来 客厅里摆着一张八仙桌 桌上有一副麻将牌 还有一些明币 最醒目的是 墙边的桌子上 竟然摆着六个牌位 后面还有六个骨灰盒 每个骨灰盒上 都贴着主人的遗照 年代久远的画像 旁边还有贡品和香烛 很快 周恒认出了其中一张画像 就是那个 眉头长黑质的男子 果然 穿着清朝的衣服 留着小辫子 旁边是那个 扎着朝天辫的孩子的照片 顿时 周恒吓得瘫倒在地 大伙都明白了 原来赵小姐 卖这套房子 是专门用来放骨灰盒的 怪不得 窗帘每天都拉得死死的 她过一段时间来这里 只是为了更换新鲜的贡品 和点香烛啊 第二天 赵小姐就被叫了过来 刘经理气呼呼地说道 我说 有你这样的业主吗 把墓地搬到了咱小区 阴森森的 以后谁还敢买这里的房子 赵小姐满不在乎 哼 我就当墓地了 你能怎么着 谁让城里的墓地那么贵 你们的房子 卖得那么便宜呢 从长远来看 这绝对是装一劳永逸的买卖 话说回来 哪条法律写着 不能把骨灰盒 放在自己家里的 你 刘经理被噎得够壳 赵小姐接着说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 以后我也不用遮遮掩掩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周恒不干了 拉住他喊道 你不能走 我就助你对门 以后你 你让我怎么办 赵小姐尖叫道 你 关我什么事 快松开 否则我要喊非力了 周恒只好无奈地松了手 很快 这个小区闹鬼的事 传遍了大街小巷 还有好事者 专门跑来拍下了门牌号 发布到了网上 结果 房主们纷纷要求退款 最惨的是周恒 每次相亲 女方一听说 房子就在鬼屋对门 立马抬脚走人 周恒想低价卖掉房子 可根本卖不掉 两个月后 赵小姐又抱了一个骨灰盒 和几个壮男 一起来到了小区 原来他父亲去世了 自从上次周恒跟赵小姐 说起303落鬼的事 他就再也不敢 一个人来这里了 因为赵小姐心里很清楚 那个穿着清朝衣服 眉头有黑质的男人 是他太爷爷 而扎朝天辫的孩子 是他夭折的侄女 看来 这房子真成了赵家的目的了 像往常一样 赵小姐将牌位和骨灰盒 放在桌子上 换上新鲜的贡品 开始焚香祭拜 刚拜完 手机突然响了 于是他打开红色的包包 拿出了手机 这时 耳旁传来吱压一声 好像是开门声 赵小姐心一紧 朝门外看了看 问道 什么声音 几个壮男纷纷摇头 表示没听到 赵小姐吻了吻神 心想 大门都关着呢 能有谁进来呢 接完电话 他又打开包包 将手机放了进去 然后拉上拉链 带着其他几个人就走了 谁也没发现 赵小姐的包包 似乎有什么东西 动了一下 当晚 赵小姐回到家 洗了个澡 之后 他打开包包 拿出了化妆品 然后对着镜子 涂抹起来 突然 镜子中出现了一张 诡异的笑脸 忽隐忽现 正是和他闹过的 对门业主 周恒 赵小姐大吃一惊 回头一看 却什么也没有 赵小姐安慰自己 一定是幻觉 上床后 赵小姐很快 进入了梦乡 梦中 面色惨白的周恒 双脚离地 飘飘忽忽地来到他床前 冷冷地说道 都怪你 害我有房不能住 又找不到对象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只好跟着你回来 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 说吧 身子飘到了床上 赵小姐尖叫一声 一下子醒了 不禁暗暗庆幸 幸亏只是一场梦 她想拿手机看一下时间 突然 她的手触到了什么东西 转头一看 立马吓得魂飞魄散 她的枕边 赫然躺着 面色惨白的周恒 此时 正与她四目相对 不久 报纸刊登了一则醒目的新闻 郊区某小区业主周恒 被发现服毒死在自己家里 死亡时间 刚好是赵小姐 抱着父亲的骨灰盒 放回小区的时候